梁國雄在幾個非建制議員陪同下宣布參選 他的訴求包括爭取公民提名 反對831框架、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 他說參選是要向民主派選委提供另一個選擇 我是認為民主派是不應該投票給 現在四個候選人的任何一個人 原因是我基本上界定他們不能夠代表民主派的立場 我出來就是希望立竿見影大家有得選 其實那個是一個警告 就是說在過去的19年經歷了三屆的特首選舉 我是未聽過民主派說把票投給建制派 這個是我認為應該避免的 梁國雄會透過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牽頭的特首選舉民間投票 收集大約3萬8千個提名 即是等於全港選民的1%支持 如果不夠提名不會參選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最好的人選去代表民主派 但是因為這屆沒有 我一定要出來做這件事 一條軍方選民主派 請兇根底 我們請兇根底